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朱莉亚小猪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一起去修电脑 我今天来的这个电脑维修的店铺 就在华人区的一个酒店的旁边 好像是喜来登酒店的旁边 因为疫情 所以大家都是在外面排队等候 去咨询有关的维修的问题 可能是手机可能是电脑 各位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是今天难得出门 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修我的电脑 因为我的电脑 从这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大概就是三四月份吧 就突然有一天 这个登陆到系统里面 就是一直是循环 让我在自动修复 自动修复 但是我又不是特别清楚 怎么做 然后后来这些 我们说想去修一下 但是像BestBuy啊什么这些 前段时间他不是有这个打砸抢吗 我们想着算了 还是不要去这些地方 然后就一直拖着 但是最近呢 因为我在这个微信里面看到有一个华人呢 他是一个连锁机构啊 可以修手机 修什么爆屏 修iPad 包括电脑也可以 然后后来 我开始没有当回事 我想呀 这个好像我也不是手机 这是电脑 但后来我才看到 他们在电视 有在那个YouTube上面有广告嘛 然后我就点开 他那个广告 他是说可以 做电脑的检测和维修啊 所以我就跟他客服联系了一下 然后客服说呢 他说你这个检测是免费的 然后昨天跟他联系 就今天就直接先过来 给我的电脑做一下检测啊 然后他们是 做的还是很到位啊 就他们首先在户外啊 搭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帐篷啊 然后呢 你在前端啊 给他的工作人员是保持足够的 因为他有摆两张桌子嘛 外面一张桌 里面一张桌子 这样基本上 他是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 安全距离的 而且我来的时候呢 已经有位先生啊 他的手机已经有问题啊 在那等着 然后我这边咨询完之后呢 另外一位先生也来 所以说明他那个生意还是很好啊 因为这个疫情 让大家肯定是 手机啊 还有这个电脑啊 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所以像我 因为几乎是平时不出门啊 所以你看今天也没有 完全没有化妆 脸都没有洗 脸都没有洗 我就回答大家可以PK一下啊 就是说 疫情期间有 你最长时间 多长时间没有洗脸啊 我是真的是觉得 因为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 反正口罩也遮住了整个这个半张脸嘛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出门 我觉得办一件大事啊 然后办完这件事 我觉得呢 我得去顺便买个外卖啊 反正都已经出来了 对吧 不能白浪费出来这一趟 因为我觉得现在出个门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一个选择啊 那反正电脑给到他们啊 因为我其实最不想做的就是格式化这个电脑 因为里面的有一些文件还没有备份啊 那他这边的格式化是45块钱啊 也不算贵 但是我觉得还是让他先检测一下 我说看看是不是可以修复啊 是不是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有实在不行的话 实在不行我就格式化好了 但是我觉得那样子 真的觉得是 还是因为里面主要是有一些照片啊 有大概过去两年的一些工作呀 一些因为我那个电脑大概买了有 应该是买了三年 但是中间原来的那一台 好像也是中间出现了问题 这原问题当时因为还在保修期 我们就让他就寄回去 然后他又重新寄了一台新的过来 那这台电脑大概用了是将近三 两年多啊 将近三年的时间啊 所以我还是希望把它修复 因为要拍视频呢 包括现在工作 一台电脑其实不太够用啊 因为我们要切换很多不同的工作的性能 而现在我用的这个电脑 已经是很旧很旧的一个 把上这个电脑的空间都已经满了 就实在是转不动了 但是我一直想买一个Mac 但是现在的情况觉得Mac还是有点点贵 但是考虑到如果说比如说做视频呢 以后做剪辑各方面 肯定Mac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现在还是要努力赚钱啊 然后我觉得Mac是我下一个奖励给自己努力工作的一个一个奖品吧 那今天我们就是简单分享一下啊 目前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啊 我想这个电脑呀手机呀出现问题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头疼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您是在南加州地区的话 我觉得这个机构给人的感觉还不错啊 但是下午我看看来取电脑是具体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现在这个是我点的薄脆的煎饼 我把它给切开了啊 但是呢因为在饭盒里装了一段时间 所以薄脆已经变软了 但是他们的煎饼啊 据我听见的朋友讲还是比较比较低到 还点了一碗这个豆腐脑 旁边呢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啊 这个是锅巴菜 但是这个它的酱汁 锅巴菜的话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上面的那个配菜 其实也是有点像这个薄煎饼啊 就是这种软软的我也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啊 所以会把它放在那个酱汁的上面一起吃 这个就是我从碗里盛出来的豆腐脑 还有锅巴菜啊 锅巴菜它就是把这个放在这个酱汁的上面 然后呢把它稍微拌一拌 这样它的那个应该叫锅巴吧 就变软了 然后变软了之后就可以去了 当然这个配豆腐脑我比较喜欢的是油条 当然这个油条可能相对是偏硬的 这种可能是因为毕竟我再放了一会儿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的吃已经不错啦 准备开始 然后现在我又把那个移动硬盘拿给他们 然后呢 我是说先把钱付给他们 然后结果他说不用等到全部做好之后再一起付 所以我觉得没有想到他们真的这个服务是非常好啊 就是说呢 他也让你非常体会我们尤其是现在这个电脑设备坏到的这种心情 而且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告诉你怎么样可以保持你原来的这些文件 尽可能就是都保存下来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贴心 至少我觉得如果让我去像美国的这个Best Buy啊什么这些店这些地方的话 我不认为他们可以这么的精致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华人的企业在这个疫情之下呢 还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 所以真的也是需要给他们多多宣传啊 所以我会把他们的联系方式放到我们的视频下方 好看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50将近8点钟 现在天已经黑了 因为这个慢慢慢慢天就变短了 终于把电脑取到了 而且也试验了一下 基本上操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最感动一点就是 因为这个费用也很低嘛 就是从你像从早上10点钟 然后中间基本上他们也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 到晚上大概7 因为他给到我时候 他可能帮我装了一个中文的操作系统 我又让他改成英文的 又耽误了一些这个时间 这应该是蛮久的一个时间了 已经是基本上将近10个小时了 我觉得收这样的一个费用真的是太良心了 而且我还给小哥 我说给了他10美金做小费 他还不收 他说我们已经算了小费了 我觉得真的是满意度非常棒啊 非常感谢 也期待他们可以生意兴隆 谢谢大家